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今天在爱奥华州的首府德梅因继续进行胜选之后的答谢之旅 而一天前他提名爱奥华州的州长特里布兰斯塔德担任美国驻中国大使 川普为什么会选择布兰斯塔德担任美国驻华大使 美国各界对此的反应如何 我们现在联系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 荣香你好 平张你好 荣香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美国国务院对于川普提名布兰斯塔德 有哪些评论 美国国务院并没有直接评论布兰斯塔德的这项任命案 国务院表示目前川普的过渡团队正在思考如何处理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 而对外大使的提名案呢 其中的考量还有他的目标是什么 要由团队自行对外说明 美国驻华大使宣布的时机呢 是在所有美国驻外时间里面最先宣布的 在宣布美国对英国或是法国这些传统的盟国大使之前 因此呢 这个时机也格外引人关注 分析家告诉美国之音 这反映了美中关系的重要性 而以布兰斯塔德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从1985年以来30年的深厚感情 还有深厚私交 还有呢 布兰斯塔德也是最早公开宣布支持川普的共和党人之一 因此他和美中的元首呢 有着深厚的私交 对于未来处理这个复杂的美中双兵关系大有注意 此外分析家也认为 可能呢 也是在缓解在川普和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之后的一些余波荡漾 再来就是 阿尤瓦和中国维持着密切的农业贸易往来 而布兰斯塔德本人非常注意的经贸 未来美国对华政策 经贸至上也是主轴之一 平章 荣香 那么美国各界包括产业界对于这项提名有哪些回应 先说川普他在提名布兰斯塔德的时候呢 发表里面书面声明 他说以布兰斯塔德对于经贸易体的熟悉 有助于未来美中关系之间发展互惠互利的关系 那美国的一些产业界包括了制造业和农业界也都纷纷表示声明 例如呢 以一个发展主要注重在发展农业技术的杜邦先锋 他的总裁呢 就发表了书面声明其中指出 以布兰斯塔德和美国和中国各界的友好的关系呢 还有他对经贸易体的重视 相信未来他就任之后呢 有助于提升美中两国之间的商机 不过呢 布兰斯塔德在上任之后 也可能面对一些来自美中由于经贸冲突之间所带来的挑战 以美国全美国制造商协会的他的会长呢 他发表面书面声明 他说呢 从制造业的角度来看呢 中国是最大的投资还有贸易的伙伴 不过中国呢 在由于一些扭曲市场的政策还有做法呢 也对美国的制造业带来了冲击 他期待布兰斯塔德在上任之后呢 能够解决美方对此的关注 评章 好的 谢谢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连线报道